对你来说 人际关系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从小就学习到 人类是群体动物 人的生存是需要彼此的陪伴和互助 当然我们也都期待 人和人之间是和谐的 希望大家都能彼此尊重 肯定和接纳 然而我们眼见的事实是 不论在哪里 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在充满比较利益竞争的世界 人会害怕吃亏 害怕受伤 于是逐渐失去了信任和安全感 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距离 自我防备 但为了利益 有时候却要虚情假意 基督徒呢 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基督徒在人际相处上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真的能效法神 牺牲和无私的爱 去面对所有的人吗 甚至去爱我们讨厌的人 就算被人算计 伤害 我们仍要饶恕和接纳吗 基督徒就应该要做到 人见人爱 进而才能让人 想要听我们所传的福音 并且进入教会吗 这些从社会而来 甚至是基督徒给自己 在人际关系上的超高标准期待 真的合神心意吗 当我们衡量神的一个吩咐 我们感觉不切实际的时候 常常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做不到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们因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认为那个不合常理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 神给我们的吩咐 或者说圣经里面 神要祂的儿女所做的 那不是一个高标准 不是一个上帝要给我们挫折感 让我们始终感觉到 说达不到祂的原则 祂的标准 上帝给我们的是最适合的 是为我们的好的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但是因为人有罪 这个罪的本性就会对抗 从神而来的原则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并且恨光 但是基督徒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觉得有退缩 因为在接触基督里做新造的人 很明显的神给了我们一个标准 并且在新约的时代 救恩完成之后 我们看见圣灵与每一个神的儿女同在 所以我们若是选择遵行神的话 顺服圣灵的感动 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朝着神的吩咐迈进 这好像孩子长大一样 属灵生命也是一步一步的长大的 我们基督徒不是常常讲吗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那既然是如此 我们一下之间达不到的属天的标准 但是只要我们认定方向 我们顺着圣灵往前走 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活出和神心意的这一个生命来啊 跟一个与你不一样的甚至于对抗的人的相处 我们觉得这个人很讨厌 首先我们要具自我反省一样 我们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是因为这个人的做法跟我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价值观不一样 还是因为有些东西是我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些成见呢 其实当神这样子吩咐的时候 常常对基督徒的要求是 我们先要去想 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懂得尊重别人 不要一下就把别人贬低了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去看 人跟我不一样 并不表示他是错的 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很喜欢以自我为标准 为中心来衡量 我们要学习打开我们的心胸 去看见跟我们个性也好 做法也好 很多地方不太一样的人 他们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而且很可能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功课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学习 你用什么标准来判断 基督徒如果懂得尊重每一个人 包括信徒还是非信徒 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 我们的作为 就会做出一个合适的回应 那么至于说有些人真的是做的不对 或者甚至于连世俗的标准 都觉得是偏差的时候 那么神也常常讲要我们爱仇敌 你怎么爱嘛 首先一个要了解 神要我们爱的是仇敌这一个人 没有要我们去爱仇敌所犯的罪或者错 这两个要分开来 常常有的时候就觉得说 爱这个人我就连他的那个错误也包容 这叫做逆爱 这叫做重爱 这不叫圣经里面所讲的 爱仇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 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落在罪里面 落在错误的时候 我们是学习从神而来的那个怜悯的心 一个人会犯错 一个人会软弱 常常是因为他的价值观 是因为他不认识真神 他活在老我里面 他被罪所捆绑 造成了这些后遗症 我们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视野 看见一个人落在罪里面 我们更应该看见的是罪的可怕 罪的可恶 或者说撒旦的伎俩里面的那样子的卑劣 那么对于这个落在这些捆绑里面的人呢 神告诉我们要用爱把它挽回回来 也就是说对错的事情我们要纠正 我们要拒绝 对人我们要接纳 当然我们很务实的讲这样子是不容易的 有很多时候人也有这种 这种个人的感受啊 或者我们情感上面的一些反应 但是我们不容易 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 或者我们就可以逃避 我们靠着主一步一步往前行嘛 先把方向弄清楚 厌恶的是罪跟罪行 罪人 主多爱罪人 我们也协许去爱人 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 这样子的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 那么我们对于 这样子偏差的人的作为是什么 用我们的好行为去影响他 这个好行为不是指一般所谓的做善行人 因为认识基督而有新的生命 脱下旧人穿上新的 用这个新的生命 给这些人去感受到 如果他跟我们一样认识真神 如果他的价值观被调整 如果他能够胜过罪在他身上的瑕疵 那么盼望他能够跟我们一起一样 转回到神的恩中 这是我们真正爱仇敌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目标跟方向 那么我们也许也会碰到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们很爱仇敌的时候 谁要这样去做的时候 可是对方就是旨意不回头 那个罪的捆锁力量是很大 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退缩呢 其实也不是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做工下去可是世人没有什么回应的时候 我们继续为他祷告 我们要看一件事情 包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当主耶稣向世人传讲真理的时候 很多时候世人也是拒绝的 主耶稣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就有很多人跟着他拥戴他作王 可是主耶稣讲出一天生命之道 讲人所要看重的不是只是食物 而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主的肉是可吃的 主的血是可喝的时候 很多人就走了 这世人的特质就是这样 我要我想要的 但是真理给我我拒绝 如果连主耶稣都是这样子 何况我们按着祂的吩咐去在世上 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光的时候 也一定被拒绝 所以基督徒被拒绝不要有一种挫折感 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挫折感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 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饶恕人 你们天父饶恕你们 但是请注意啊 饶恕本身来讲 不是没有方向没有原则的 主耶稣讲那个比喻 那个欠五千两 跟那个欠十两的人来讲 后来那个欠五千两被饶恕的人 因为掐住穷人不肯饶恕 结果主人就把他抓起来 关在牢里直到还亲所欠的 这个比喻里面的牢数 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你从整个圣经里面的记载 神的恩典 神的救赎 神的牢数 都需要人运用自由意志 选择转回 选择悔改 选择回到神的光中 所以用这个原则来看 我们对于那些执意不悔改的人 我们为他们祷告 求神怜悯 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转回 我们并不是盲目的 没有原则性的这样子去做 那么当然 我们也要去看见 每一个执意犯罪的人 如果你惹到神的愤怒 神任凭你的时候 恐怕你也要去面对你自己犯罪的结果 怎么种植 怎么收 这个原则 从来不会在神的爱的原则里面 而失去放假 神有的时候任凭你 并不是神放弃你 神的任凭是说你执意不回头 你就在你不回头里面去藏那个不回头的结果 然后呢 然后还是盼望你 因为藏到了这样痛苦的结果 你要向神转回 这是神的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对于基督徒来讲 爱仇敌 爱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其中很清楚的几个方向 第一个不要我们 像旧约时代一样还原 以牙还牙 报复性的 在救恩的时代里面 我们是有更多的怜悯 更多的宽容 更多的劳恕 但是这些都有它的原则在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例子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然后日本人侵华 对中国造成很大的伤害 后来有一些人 后代的这些中国的 这些子孙儿女们 就对日本人有一种很大的仇恨的心态 有一次一个事件讲说 一个人坐飞机 就发现上来一个日本人 他就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他 想着你们就是伤害我们中国人的 结果后来他是个基督徒 就回去跟牧师交通 牧师就跟他讲 你可能需要做一点调整 日本人在中国犯的罪行 绝对是错的 但是我们如果要看见 这些日本的军阀 这些为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国家 不断伤害别人的 是因为他们受到罪的瑕疵 受到一个没有光的黑暗的里面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私欲的影响 所以你真正要厌恶的是罪 不是人 这样子你就比较会调整 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来面对神对我们的吩咐 并且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活出光的见证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基督徒得救之后 面对生活 或者他在社会群体里面的时候 必然会发生的一个现象 首先我们要明白 救恩 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得很清楚 是救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嘛 对不对 那什么是黑暗呢 黑暗不是只是说是 作奸犯科 杀人越祸这样子的行为 黑暗指的是不要神 以自我为中心 老我生命的这种表现 这里面充满了很多 骄傲自大自怜 这样贪婪这样的一种个性 这些个性有很多在法律上 都不判定的 而世人也由于这些事情 法律不判定 他们就容许它存在 而且并且在这样子的伤害里面 培养出了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之后 他在神的真理里面 发现这些是错误的 所以他就不愿意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那么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当基督徒讲出一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世人不一定喜欢哪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并且恨光嘛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今天这个二十一世纪里面 金钱挂帅 大家追求这个财富的这个时代里面来讲 圣经里面弥加书告诉我们神像世人要什么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这是神要的 可是世人要的是财富是成功 是不会生病这些东西 你今天要在这个世界上讲 公义怜悯谦卑 虽然我们从小学的时候就知道 这是人的一个道德上面 应该被塑造的品格 可是越大了之后 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根本不看重 这个世界甚至于觉得这样子是很 是无用的 是很不符合世界潮流趋势的 当基督徒要坚持这些东西 仍然是我们生命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时候 这世界就讨厌了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并不表示光是错的 而是黑暗本身为了要继续保持它的黑暗 它拒绝光 所以当基督徒向这个世界做见证的时候 你必须了解 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极大的属灵的争战 所以为什么以佛所说要所有的信徒 传载全副军装 因为你面对的是挑战 你面对的是攻击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 你就先入为主了嘛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反对成功圣选 他不谈生命的建造 他谈生活的改造 很多人很喜欢 结果活不出那个生命的见证 你知道按照圣经的标准 一个基督徒如果活出和神心意的生活 在这个世代本身来讲 你会有为义受逼迫的这件事情 我们从小得到的观念 你如果活出一个义一个正确的行为 应该是得奖赏的 应该是被肯定的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按着神的标准而活 你是要受逼迫的 我们有没有让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徒了解 他得救是白白的恩典 但是他活出生命的见证是要付代价的 早早告诉他们这个真相 就不会让他们碰到挫折的时候 仓皇失措嘛 但是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有些人就把福音改了 改了去迎合人的喜欢 妥协了 这是错误的 基督徒如果 执意的照着圣经的方向认真的去执行 你会发现很不容易的 但是很不容易的结果 不是退缩不是改变 很不容易的结果就是 我认真的愿意下宝座 认真的愿意被主改变 认真的顺服圣灵 以至于我们生命更新 活出了那个生活的见证 这是我们需要的 另外基督徒也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不要像今天的这个世界一样 什么事情都希望立竿见影 马上就要有成果 好像那个fast food一样 你到那个店里面一点餐食马上就来 现在的人基本上都被养成这个习惯 需要马上得到 福音的见证福音的广场 是需要有时间的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 你就做你该做的 认真的去耕耘 好像保罗说怎么样 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成长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叫他成长 什么时候会结识 由神去决定 我们正确的传扬 正确的撒种 正确的栽培 其他让神去做 不要有那种错误的感觉 我觉得我今天耕耘了明天就要收获 我只管好好的耕耘 收获在神的手上 这是基督徒的一个态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 我们在真理上不妥协 并不表示我们对每件事情都要强硬的跟人家对抗 我发现有的时候基督徒一下就指的 你这个是犯罪 你这个罪行 你要知道有的时候 基督徒跟这个世人对话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跟世人没有共同的语言 也没有共同的标准 我们认为是罪的事情 很多的世人不认为那是罪 你譬如说我举个最简单 也是很敏感的问题 当基督徒告诉一个同性恋者 你犯罪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标准 你是用你已经得救 你认识圣经真理 你知道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子造的 上帝是造男造女的 你是在这个标准里面来认定 同性恋不讨神的喜悦 但是对一个同性恋者 那是你们的标准啊 我根本不承认有神啊 我认为人是进化来的 我哪有什么造男造女这个问题 所以不同的标准 你却采取统一的标准之后的 这种批判跟指责 你一定引起反弹嘛 基督徒要敬畏神有智慧 你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 一个人先跟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认知真道之后 我们再来谈行为上的一个调整 可以纠正 这个次序要注意啊 还有基督徒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 好像就像我们上一题谈的一样 我们对罪人是爱的 对罪的行为我们是拒绝的 这要分清楚来 不要有的时候就把这两个一下 就混合在一起 我们讲真正的教会 一定是接纳所有 有同性恋倾向的人 但是我们不同意他们的行为 我们盼望他们跟我们同得救恩之后 他们的行为能够被改变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前后的一个 次序的方式的表达 我想那就比较不会说 当我们在真的在为神的真理 活出生命的竞争的时候 你遭到一些不必要的 或者因为大家的认知上的不同 而产生的攻击对抗 或者污蔑 或者是一些 这样子对我们基督徒 负面的一个评价 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这个其实是今天在整个的福音策略上面 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要重新去解释的 今天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传福音嘛 就是要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所以教堂里面如果有更多的人进来 跟我们一起敬拜神 跟我们一起在救恩里面就是最好 那怎么样让他们敬拜呢 你主要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嘛 你主要用一些方法吸引人进来嘛 所以成功神学的策略就是这样子啊 告诉别人说信耶稣真好 心想是神 神喜欢你富足 神喜欢你健康 所以赶快进来 其实这到底是不是福音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预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这些年来我们看见有些教会的策略 我们鼓励 基督徒要办很好的家庭 聚会用很好的餐饮用很多的方法 吸引很多的很棒的破冰的方式 让这些木道有来 然后先进来我们再说 可是我们也看见 当这些群体进来 人进来 一进来了之后 等到我们要讲正确的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拒绝 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也还在做 但是我们把方向做了一个 或者把认知做了调整 教会要办很多才艺班 电脑班 英文班 插花班 亨人班 这样吸引人来 很好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有很多人来参加这些班 可是你要说 那么礼拜天 请你一起来我们聚会 他就不一定来了 比例就明显的下降了 但当然我们不会气馁啦 因为那是一个福音御工嘛 是一个步骤 但是你要了解 世人有这个倾向 就是你给他的是他要的时候 他就愿意参与 你给他的 不是他感兴趣的 他就不来 那么基督徒怎么办呢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方法可以很多的讲究 但是你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有些时候传福音到最后 连福音的本质都改了 把福音改了 这好像保罗在加勒太书里面 讲传的是别的福音了 所以我一直做一个提醒啊 很多人进入教堂 并不代表很多人进入救恩 这是两回事喔 进入教堂 所以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用一些方法 我们有很好的音响 有很好的乐团 有很好的诗歌 这个赞美 这些不是不好 很多人会在这个的倾向之下 进入教堂 然后呢 然后你把他带去哪里吗 今天很多人到了教堂里面 他也有他自己的目的 他来找朋友 他来做直销 他来做其他的 你如果让他们 在这个领域里面 不断的发生 会有很多人进来的 但是我们传福音 到底传的是什么 圣经告诉信徒说 我们是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是良善公义成实 我们要求这些进到教堂里面 与我们同德救恩的人 他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良善公义成实啊 而不是他们在一个人的这样的盼望里面 得到那种财富啊 健康啊 不会生病啊 精英啊 社会地位 圣经没有那样的允许啊 今天我们常常讲成功神学有一个很大的盲点跟危机在这个地方 他认为说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成功都成为精英人士 你如果认为这是你传福音的策略 我告诉你啊 会有一群人来问你一件事情 我不信耶稣 我也不接受你们的救恩 我比你们还有钱 我比你们还健康 我的成就比你们还大 我很喜欢打篮球在美国 NBA里面 真正的很认真的基督徒百分比有多少 一大堆打得非常好的很杰出的球员 不是基督徒耶 那你要怎么看啊 过去三年来 这个COVID-19的疫情里面 基督徒生病的一大堆啊 我们一天到晚要强调啊 先知啊预言啊 这些年来在亚洲各地的地震发生的时候 很多不信主的人就开始讽刺我们了 他在讽刺我们啊 你们不是一天到晚讲先知讲预言吗 我们真的需要预言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出来讲 其实你就发现你把那个福音改了啊 你把那个福音的重点偏了之后 你产生的结果是很大的副作用 当然有人会讲说你按着真理去传福音 人家不喜欢嘛 不喜欢那是自然的现象啊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啊 他的不喜欢并不是要我们改变的 你去好好读圣经法 连主耶稣自己讲道 都有很多人不喜欢 约翰福音里面讲 有些人看见耶稣的行为 耶稣的道他就信了 有一些人听了道就不信了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啊 这场福音的征战 不是为了迎合人 只要人进来就好 我常常提醒所有的基督徒啊 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喔 什么叫又真又活的神 就是祂什么都知道 你不要给祂一个虚幻的数字 表面上看起来人很多 我们自己很高兴 你以为神也很高兴吗 神见察人心肺腑 祂知道进来的这些人 到底是信祂是生命的救主 生命的主 还是是进来想发财 进来想不要生病 进来想心想事成 祂知道的很清楚啊 福音指的是 人跟神恢复了那个正确的关系 今天人很希望的是 从神得到恩赐 但是人跟神的关系不重要 就好像阿拉丁神的一样 如果真有一个神能够赐福 我就要 至于我跟神的关系不重要 但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 人跟神的关系 是所有蒙福的根基啊 可是人跟神的关系怎么建立呢 怎么破裂了呢 因为有罪 而神为了帮助我们 恢复与神的关系 让祂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 诗人作节摩恩会 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 神人关系的恢复 请问一下这一个极重要的根基真理 今天在福音的传扬上面 我们还讲吗 那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恢复 那我们只讲一个 神要赐福给我们的福音 到底是不是圣经中的福音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福音真理面 神跟人的关系恢复之后 很重要的带来了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重新的懂得 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听神的话 不是神听我们的话 神很爱我们 祂的爱的表达 里面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叫我们不要再活在罪里面 那如果我们一定要活在罪里面呢 祂就劝导祂就纠正 祂透过圣灵透过教会 透过弟兄姊妹们 帮助我们回转 如果我们还不回转呢 祂就管教 祂的管教还是爱 为了要我们转会 这是福音嘛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所有的基督徒要为我们的福音 活出生命的见证来嘛 别人看不见耶稣 看不见神 别人看得见基督徒 那我们是怎么样活出来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基督徒要做光做盐啊 光是告诉世人方向在哪里 盐呢 盐除了不仅仅是调和的功能之外 盐更重要的一个功能 是仿佛啊 基督徒在这个世代 能不能够活出那个 和神心意 人应该要有的样式 好像以佛所说的讲 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些生命见证 成为我们信仰里面 真正吸引人说 哦为什么我们 活在同一个处境里面 这群人会活得不一样 用这个来吸引他们认识神 预备好他们的心田 然后福音是神的大能进去影响他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 今天我们好像把这部分丢掉了 我们宁可高举一些 没有圣经根据的一些 宣言宣告 我们基督徒很喜欢一天这样讲 我们宣告主是得胜 主生的是得胜的 你不宣告他也得胜 但是问题得胜的主在你的生活里面 是不是也能够让你彰显出得胜呢 我们的主是得胜的 我们靠着我们的主 我们顺服圣灵 我们也活出生命里面得胜的见证 那才是呼应嘛 所以我是在跟弟兄姊妹们讲 传福音你很注意人际关系 你也很注意方法 但是你到底怎么传 很重要啊 最后我也提一下 基督徒不要内缩 我这个人我自己就好了 个人至少没泉血 莫关他人瓦上霜 这种所谓的极端的这种个人主意 这是神所不怨的 神白白的救我们 神也乐意透过我们 使他人与我们同样得福音的好处 如果你只是自说在自己的范围里面 你将来在基督太前神要责备你的 也许我们的影响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可以影响一个人 影响两个人 有的人可以影响百人 有的人可以影响万人 没有关系啊 按着主所量给你的 你只要跨出去的那一步 为福音做见证 我相信那都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训良像鸽子灵巧像蛇 这个在生活的运用上面啊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有些基督徒抓到这句话 我就灵巧像蛇了 所以很多地方我就懂得闪懂得避 有的时候真理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碰撞的时候 我就避开来 其实这些经文要准确的去使用啊 前面先讲训良像鸽子 要学习像鸽子一样那样顺服圣灵的带领 那我们当然在面对各样处境的时候 也要有属天的智慧去做出正确的回应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现在 基督徒也在世界上的各个公司行号里面做事 我们这些年间看见有些公司公开的宣告 他们支持一些不合圣经真理的一些做法 那是不是因为公司这样的宣告 那我就不做了 我就不参与他们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 你可能能够参与的公司就很少了 公司的高层有个人的看法 那是他的作为 我们今天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去推翻罗马的政府 但是他告诉所有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按着神的标准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基督徒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伪装 表面做一套私底下做一套 周间做一套礼拜天做一套 这不好 我们在每一个场合里面 很严谨的 很认真的去表达我们的立场 也许你的老板你的主管 跟你的信仰不一样 他有他的 一个形式为人的标准 我们用圣经来衡量 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参与 什么我们不可以参与 好像这些年来 晨星之光一直在推动 鼓励父母亲 在这个属世的万圣节的时候 大家孩子都在参加 我们鼓励父母亲 教导孩子 在这个地方 你要分辨 什么可以参加 什么不能够参加 不要人云亦云 别人怎么走 你就跟着走 我们有原则在的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基督徒就会觉得说 你如果这样子的表达 有的时候被人家排斥嘛 人家就不喜欢你嘛 所以基督徒不要只有单面的工作 我们要很多方面 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以至于别人对我们的看见 不是只有你这个不做 那个不做 这个讨厌 那个讨厌 你比如说 我们基督徒不计主 我们不计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主宗不是神 我们不羁拜 但是我们平常也要活出孝顺父母啊 我们要纪念祖先啊 这些我们都要做啊 不是说每年到了扫墓的期间 我们就不计主对抗 平常我们也不孝顺父母 在家里面也不会有生活的见证 然后你就突然间 在那一天你就开始坚决起来了 这很荒谬啊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 你就会被别人排斥嘛 基督徒的员工在公司里面 也要有一个态度 因为知道我们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的时候会跟公司不合圣经真理的部分 会有对抗我们会不参与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在跟你的同事 在同样的工作上来讲 你会面对压力 那怎么办呢 因此你在其他 平常在你的业务范围内 在你该从事的这些 这些事物业务上面 你要更接触 你要更努力 你要更花时间 你要让人家看见 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是不可或缺的 不是那整天平常也晃来晃去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 你又开始坚持起来了 要让别人看见你的一个重要性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要在主的面前 要站稳来 那么会不会有一个现象就是 其实我信主没有多长时间 我有时候会软弱 有的时候在公司的这些场合里面 我也就妥协了 我想在现实生活里面会有 那你妥协了怎么办呢 认罪 悔改 调整你的步伐 那有人说 可是我的信心这么软弱 所以你要赶快的去熟悉神的话 操练顺服圣灵 以至于你的生命可以长大 我们做偏差的时候 并不是因为 哎呀 反正鸡飞尘势 久了也就无所谓了 不是 圣灵会一直提醒的 所以你一定会在每一个偏差里面 被神调整 被神调整 然后会走回到一个 合神心意的位置上去 而不是说 哎呀 反正我偏差了 无所谓了 我就容忍我自己这样下去 不是 其实每一个这种 测考验的 或者试探来临的时候 也是基督徒的信心的一个测试 神如果允许一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中围 也是看见我们为信仰愿意坚持到多少 哥林多出信给我们一个应许啊 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 神必要给你们开一条路 叫你们忍受得住 所以基督徒不要害怕 我们在神的保守里面 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我们称这位神为父 这位神比我们地上的父 能干多了 这个这个这个是全能的那位神 祂知道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在这个 顽须被谬的时代 我们只要站稳来往前行 软弱了跌倒了 靠着主耶稣的保血转回 顺服圣灵 调整我们的步伐 你可以在这个 悖逆的时代里面 却活出一个强而有力的神明见证